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习书法的同时 因为我们看到的古背帖 它都是文言文 现在对于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 对于文言文很陌生 而且通过我们学习书法 我们如果对里边的很多的一些好的词句 能够记书 能够背诵下来 我想对你提高古典文学水平 也是大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在这两期当中 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特别是对于一些个悲帖当中的一些景言妙句 我们拿出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和朋友们共享这里边的一些个 这个华丽的词枣 和一些个深刻的思想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黄辅诞军碑 黄辅诞军碑 也可以简称叫黄辅诞军碑 也可以黄辅诞军碑 或者是黄辅军碑 这都可以 这个全称的比这个要 要要这个更多一些 我们现在向大家出示两个版本 先看一看 大家看 这个是影印本 这是影印本 非常的清晰 而且界格也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点 这个常识性的东西 这就是 这些个界格非常明显的东西 都是后人加工的 为了在影印当中让大家看得清晰 所以二度加工了 重新排列组合 因此它已经不是冤碑的那种风貌 看来呢 非常的工整 爽目 实际上对于学书法的人来讲 倒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它里边最细微的那些个笔法 被无意当中给抹杀了 因此像这样的碑帖 我们只是拿来向大家介绍文艺内容的时候比较方便 如果学习书法的时候 还是这本比较比较更好 我们拿一个它的踏本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小的时候 临摹这个欧阳勋的黄埔军碑所用的这个踏本 大家看一下 这是踏本 踏本明显的区别 就是我们用手一摸这个纸上 它就是脱凹不平 感到有鼓出来的那个 越是有自己的地方 越有鼓出的这种现象 因此呢 大家看 它排列的并不十分的清楚 而且字的横向看都错落着 这是因为它一条条的踩下来 在一条条往上粘接 因此呢 那显得就不够整齐 但是笔法上看 它最清晰 让人感到学书法的时候 就是看得非常明白 学得非常精确 这是大家看到的 这是黄复弹军碑的踏本 就是原石上踏下来的东西 再看一看 好的 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点 因为 这期的节目主要是讲文艺内容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影印本 最清晰的让大家看一看 当然我讲的清晰 就是黑白对照 又去掉了这个湿花等等 复制加工的这个东西 大家看清晰就可以了吧 我们今天向大家要介绍的是 这本帖当中有很多的景言妙句 特别向大家提出来就是说 当对一个死人歌功颂德的时候 提到他的死 却永远不用死或类似的字眼 来去说他的死 而是用很多歌功颂德的语句 赞美他的词句里边 在里边悄悄的用了一些个 说明他一个故去的 这样一些个美妙的词语 这需要我们搞古典文学人 应该注意到的 那就说 我们不能说某某死了 那么这已经是非常的不客气了 但是即使我们现在 有时候很注意这种词语 也经常用什么 比如说先是了 故去啊 是是啊 这种语言 其实这种语言 在古文当中 已经是非常生硬 不直接这样讲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黄斧弹军碑上 提到黄斧弹 死的时候用的什么词句 黄斧弹的父亲 死的时候用的什么词句 黄斧弹的祖父 又用的什么词句 包括他的高祖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他用的什么词句 好的 大家看一看 这样一段话 这是组合 注意这两个字 组合 就是黄斧弹的祖父 名字叫黄斧弹 因为这个悲天 介绍的是黄斧弹 就不再加黄斧两个字 所以只是说他的祖父 名合 那叫黄斧弹 看一看对黄斧弹 他的死 用什么样的词句来介绍的呢 是这样 大家看啊 通过这两句 我们可以看到 黄斧弹 他生前是个什么状况 他的死因 又是怎么一个过程 注意这两句 叫高曲江城 居邀追风至足 扶摇使团 早坠吹天之雨 大家看多么美妙 他是说什么呢 他说黄斧弹的祖父啊 黄斧弹 英年早逝 要按现在我们说 某某先生 英年早逝 已经是很文雅的词句了 实际上 用早逝这两个字 已经是对他很不客气了 因为直接说他很早就死了 那么这两句呢 大家看看 用的何等美妙 他说黄斧弹呀 高曲江城 居邀追风至足 这是说什么呢 高曲江城 就是金光大道 一匹马 在这个金光大道正在飞驰 或者正要正将要飞驰的时候 居邀 是突然 是骤然的意思 邀 就是折断 居邀 追风至足 说有一匹马呀 是一匹宝马 凉鞠 正在一条 这个 康庄大道 金光大道上 飞驰的手 将要飞驰的手 突然 马失前提 就是 他的追风之足 被邀断了 大家注意这个 邀字 追颤 加了一匹 这是一种骨血 悲铁的写法 我们现在呢 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 像天地的天一样 上边 用一匹 下边 没有再用 那 上面这一匹 不再用 但是在骨悲铁当中 这样写 是常见的 这就是腰 我们现在说 某某这个青年 腰折 就是很年轻啊 就死了 叫腰折嘛 他说呢 他不说的腰折死了 他说的 忽然呢 折断了 追风之足 而追风这两个字 一般是用在马 往往对马的这个跨越 说他追风赶日啊 说马太快了 能追上风 能改上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 讲解一个改字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也是 由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到 希望能够演示一下这个字 其实这个改字的难度并不大 为了满足这位朋友 你提出的要求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改字 先用楷书来演示一遍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字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左边呢 应该是个 几字 在历书过程当中 包括后 这种写法 显得笨重一点 所以 后来的书法家们 就基本上 左边不再这样写 但是我们见到呢 后辈的书法家们 在历书以后 也见到过这样写 就这个地方 直接封口 右边是反文 这是一样的 其实这样写的话 嗯 跟现在的这个规范字呢 差异不大 但是却容易误读 被别人认为你写错了 啊 所以我们在 有些个悲帖在讲解的时候 有些个悲帖的写法 前辈书家 非常的流行的这种写法 我们尽量多介绍给朋友们 因为我们是个书法节目嘛 呃 但是呢 有些个字迹 就说 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那样写 我们尽量的按照现在规定的 规范字来写 当然这也是跟前辈书家的写法 有某些个相近之处 因为我们无法脱离古代留下来的法则 所以有些写法 也必须依据于前辈书家的那种写法 好的 我们把这个字呢 再写一下 讲解一下他其中的技法 这个地方在起笔时候应该不要太实 这个转折应该是实的 是个方笔 这笔写的时候呢 稍稍在这个地方探出一点点来 这起不要高 下来到这个地方 往左靠 这样 回 我们关键讲解一下这个笔画 竖笔下来 这样 这是不是古代书法家的一种写法呢 不完全是 古代书家写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唐凯 在那个阶段写说 往往这一笔到这就停下来 然后重启一笔 但是呢 凯书也在有发展 也在有进步 尽管从功力上 这个意识上 风格上 气韵方面 后辈的书家 还比不上唐代的那些凯书大家 但是仍然在某些方面 有发展 有进步 这是个客观事实 类似这样的点化 到了明清时期的时候 人们基本上 都用这个 一个笔法 就是一笔下来 不起笔 直接 斜插过来 就这 既省事呢 也很美观 大致上看这个间距呢 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相等的 不要把下面写长了 很多朋友写的时候 不注意呢 就是这样 写成这样 然后下面写成这样 这个比例就不对了 即使右边再写好了 感觉这个字呢 也松散 这个地方很空 右边的这个反文呢 已经我们讲过多次 在这里再重复两句 其笔可实可虚 这是实的起 就方笔起 这笔 虚起实落 这笔也有写方的 但是我总强调虚的更好 这就属于实的 这个纳笔我曾经说过 就是要纳之前 一定要虚起 这是个竹笔 到这儿 平起之初 向着正前方 不要翘脚 不要低头 向着正前方 是这样 所以有的朋友们呢 喜欢用色笔 为了加重最后 这个竹笔的力量 但是呢 不要多 有的朋友喜欢这样写 写到这儿之后 再回一下风 这样是一点一点的 用这种笔法 弄不好的 显得很笨拙 关键是功力 功夫到了 用不着这样的麻烦 再看着反文 不过到这儿 应该慢一点 到这儿应该慢一点 为了加重这个笔的力量 好的 这是楷书的写法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字 他的行书写法 这是个新书的基本写法 左边呢 带有幽丝挂起来 但是大体是楷书的规模 只是笔一 不相同 右边呢 就反而是这样 下一笔 这样用幽丝连起来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用正纳 就说不要写成这样 尽量不写成这个样子 但这是不是前美书家 绝对没这样写过呢 也不尽然 但是更多的 是我介绍的这种 基本上属于行书的定型 像这个地方 带起来幽丝来 有的朋友们 很讲究这个地方 觉得这里需要很练 很下功夫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偶然的东西 它连上没连上 没有关系 这也是我讲过多少次的一个问题 就这样写也很好 没问题 下面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字的草述写法 惊喜简便 就是这样 再写慢一点 再写一遍 注意 这个地方 连上也可以 不连也可以 这个地方 前美书家多数是不连起来的 多数是这样写 这笔起来 到这 然后重启一笔 是这样 相反 行书的时候 他倒是在这个地方 经常连起来 这样 而到草书呢 应该简约一点吗 他这倒不连了 嗯 这也是 这也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前美书家 在写草书的时候 尽量不要过多的圈颜 所以在这方面 也是一个表现 啊 但是大家呢 写出注意 这和这个 公鸡的公 啊 就是这个字 呃 有一些地方 在草书上 有些重复的地方 就是这个 啊 这样 于是呢 在写这个改字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已经是这样写了 啊 注意看一下草书当中 这里也稍微有些区别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草书的 这个笔法问题 这个文字啊 在行书当中 是这样 就反文啊 这上有这么一个 小品似的 连起来 这样写 但草书呢 相反只写一个右字 好像就 非常 简单就完了 是不是反文可以代表右字呢 实际上并不能 但在草书当中 为了简约 常常就把 右方的反文 都写成一个右字 这样的 字很多很多 比如这改字 也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写 所以右边这个 这个方面的字 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 我们那个 讲过的 其他的字 字笔 也向大家 再谈一下 比如说 这个固字 这就是 故事的固 就是这个固字 也要这样写 不要再这样写 是这样 好的 朋友们 今天 今天关于改字的 这个 凯青草 三种书体的 这种演示 暂时就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